文马法大即将有虐喜的人,2019年喜得漂亮小公主,现在才知道远嫁的痛苦,受到伤害,不知道向谁倾诉, 我是远嫁老公家,他一家人太无视我的尊严,忍了十几年,不想再坚持,我们是否能走到底,不过目前出现体贴关心我的人,可否选择此路,好犹豫,又舍不得孩子,我又特别传统,特纠结中,谁对我更有利,女鼠鸡,81年冬月29日13点左右,出生安徽省富阳市,已婚,我微胖,我老公属兔妻五年7月12, 对我好的男闺蜜83年2月,接达昆造,心有庚子丙子甲午,大运,心丑人银鬼脑,甲晨,已刺丙武丁位,35岁起走甲晨大运,日主不太清楚自己的出生时间,只知道自己在13点左右出生,13点正好跨越了午时和未时,我们就用日主目前的婚姻情况,来推论日主的出生时间,先看午时, 日主婚姻公子水复兴于十之五火向冲,为冲动婚姻公,婚姻公经常被冲动就会动荡不定,婚姻不会好合,再加上复兴力量得财新生助来压制日主力量,表现在日常生活中,就是复兴于日主吵闹不止,老公父母也会对日主间接制约, 所以老公一家人都对日主不好,让日主的婚姻也感觉不好,两个月后将有好运降临,发财过日子的人在看位时,日主婚姻公子水复兴被十之未土山光克制,但未土被十干以木克制,克子水复兴的力量就小,聊很多,婚姻公几乎没有动荡,与老公全家来压制日主的力量有些不符, 所以说日主应该是五十出生,日主兵火生在子月不得力,年柱心子,月柱耕子,做只子水克号兵火力量,十柱甲五生主兵火力量,综合分析,日主兵火偏弱,用神,木火,祭神,金水,土,有喜有忧,你发自立自子水为复兴,天干地之子子水复兴望向,克制日主力量,同时,你身弱也担不且复兴, 同时复兴也不为日主用神,在婚姻中,亦有复兴抬斥日主,也不与日主好合婚姻,让婚姻吵吵闹闹闹不和谐,同时,日主八字里婚姻公子水与十之五火向冲,冲来冲去,亦让婚姻公动荡不定,让日主不能好好待在家里,亦找寻众议的男人诉说婚姻痛苦,日主亦有婚外情或者关系很亲密的男性朋友, 在甲晨运中,天干丙心合,更甲冲,甲木生丙火,地之身子沉水局可无火,日主力量减弱,不利婚姻,此年日主会继续与夫心争吵,婚姻不能和谐相处,去年兵有年,天干地之日主力量被耗泄,担不起夫心,婚姻不顺,与丈夫关系搞得很僵, 日主会与别的男人好合关系,同生肖在一起幸福指数高不高,今年我虚年,天干地之物虚土,会继续泄好兵武或日主力量,再加上物虚土也为伤官力量会克制夫心,让日主更加反感夫心,排斥夫心,今年婚姻摇摆不定,让婚姻关系停滞不前,婚姻处于离婚的边缘, 再,今年不离婚,二十年庚子年,天干地之庚子筑起夫心力量,加大了压制日主的力量,让日主更加无法忍受折磨,这一年婚姻不能向好的方面发展,这一年离婚率很大,二十五年,二十六年,天干地之以四目或一气筑起日主力量,让日主有了力量与夫心好合婚姻,此两年日主婚姻关系和谐, 如果十八年或二十年离婚,这两年有再婚之喜,再婚后能与再婚老公相伴到了,婚姻关系和和美美,晚年幸福,你老公一毛年出生属兔,日主新有年出生属鸡,天干以心充,地之毛有充,日主和老公的属相很不合,会让老公一家人都看不上日主,日主受七五受压制也是避免不了的,婚姻自然也就不好了, 这样的婚姻会经常打闹,吵架不止,婚姻会很痛苦,与日主关系较好的八三年的男人,是鬼害年出生属鸡,日主新有年出生属鸡,两人正好相生,表明能够互相照顾,婚姻会比较顺和,作者微信,MAFADA666 2点 3点 3点 2点